国务院要求天津、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12个债务较高省份除供水、供暖、供电等基本民生工程外 省部级或市一级 2024年不得出现新开工项目 这12个省应该是几乎就已经是财政崩溃 应该都破产了 就不允许再开工新的项目了 除非是供水、供暖、供电 这个涉及到人的基本生存的 现在中国这个财政啊 天津的好像那个债务率都达到了天津市年财政收入的好几倍 就是说欠的钱 你好几年你的所有财政收入你都还不上 是吧 当然中国这个债务 让我说整个国家只不定都破产好几回了 是吧 这12个省那其他的那些省没点名的状况就好吗 你比如说为什么没点山西的名啊 为什么没点河南啊 山东 是吧 安徽 对吧 江西 湖南湖北 是吧 那些省份就好吗 对吧 我看也未必是吧 这里边还没点广西的名字 是吧 西藏 新疆 对吧 前两天山东省的节目我跟大家分享过 山东省整个 对吧 都要降薪 要裁员 对吧 你包括江苏 江苏 对吧 上海 浙江 对吧 都在裁员 都在降薪 包括福建 我昨天做的节目 福建省很多地级市都达不到就是这个财政收入自己率 就是说我自己解决我这个市范围内所有花钱的地方解决不了了 你像什么莆田呀 还有一个区叫平潭呀 对台的 是吧 还有什么福州啊 厦门 泉州 是吧 张州 都解决不了啊 对吧 那这些地方解决不了 那龙岩 那三明 那宁德 能解决吗 也一样解决不了 对吧 所以中国这个现在形势非常的危急啊 这个全国都危急 这12个省应该是最危急的 就这12个省的财政状况 可能最接近于崩溃 其实按照国际标准早就崩了 是吧 但中国就不断的印票子印钞 是吧 这12个省应该是将来可能宣布省级破产 对吧 天津 你看天津作为直辖市 天津的 它的能量啊 它的投资都被北京吸引走了啊 说是搞经经济一体化 这都说的好听 对吧 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是大树底下能再长成一棵大树吗 对吧 所有的是吧 阳光雨露都让大树茁壮成长了 天津就变成小草了 天津不行 天津的污染也很严重啊 天津的那边那水也缺水 沿海城市不代表它不缺水 很多那个北京排的脏水 天津都要 这个我是听一个姓崔的人告诉我的 当年我举报过我们旺京的那条河的污染 北小河打那个北京市水务局热线 一个姓崔的哈尔滨人 他正好值班 他就我们俩聊了一个多钟头 在电话里 内蒙也不行了 内蒙的经济 昨天我跟大家聊的 内蒙古包头是一个70来岁老头李志强 原来是政府官员 利用他这个身份 他就开矿 还黑了别人好像好几个亿的钱 把一个叫郭建光的人叫郭建什么的 把人还黑了人家了 还打人家骂人家 抢人家东西 堵人家的路断人家电 是吧 这个中国到处都是臭无赖 还有很多人在全国各地 你去承包那个农田 种这个经济作物 当地老乡也抢你的 然后偷你的 是吧 中国人就不要脸 是吧 你看天津也不行了 是吧 内蒙 内蒙你从最北边 呼伦贝尔 兴安蒙 是吧 这个这个哲里木盟 朝乌达盟 乌兰查部盟 是吧 西林郭勒盟 对吧 你到这个巴掩闹尔 到这个是吧 阿拉扇 对吧 你到了南边叫什么来着 南边 俄尔多斯 俄尔多斯就是 乌多斯 乌多斯 就是巴基斯坦的国语 乌多语 就是帐篷 供电 军营 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十二个省 我全都去过 中国的国情 我是比较了解的 基本上都是穷山恶水 出刁民的地方 当然最刁的 不是刁民 是贪官 官员是最坏的 我们重点关注这十二个省 天津 内蒙 黑吉辽 就整个东北 加上华北的天津 和内蒙 加上西南地区的广西 广西也算中南吧 广西有广西 广西和重庆 还有贵州 云南 就四川 四川稍好一点 然后西北地区的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可能还行 新疆和陕西还凑合着 然后这里边没有华东地区 华东要玩完 那中国就彻底玩完了 是吧 像山东啊 像江苏啊 他也没提安徽和江西的名字 然后说的过去 也只能说的过去 是吧 中国这国家 中国这国家就是一个笑话 是吧 就变成了一个丑陋的一个笑话 一个一个说不上什么东西 是吧 你说他是粪坑 你说他是索多玛之地 你说他是独裁专制的人间地狱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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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